香港想從政的人士都可以 割出其貌 提出他獨特的觀點 去爭取香港走他認為最好的道路 當然這條道路都要爭取北京認同 這樣才可以走 請問好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現在人大通過所謂完善選舉制度是怎樣 未正式公佈 基本上我之前也說過 日擇前要有一個委員會去審核清楚 基本上要愛國愛港才可以有機會日擇 反中亂港的全部連選都不能選 做候選人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就是態度很鮮明 五人被你安定了 所有國家的選舉都有一定先設的條件 譬如美國 你不要說你是美國人 如果你不是美國出生 你都不能選 憲法可以制定你選的資格 例如年齡 你不過多少歲 就不能選 其實所有國家都要求 為政府做事的人 忠於自己國家的憲法 維護國家的利益 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 這些不是新鮮的事 不過香港的反對派在回歸一開始 就將愛國和民主對立起來 他認為民主是有權選不愛國的人 即是不要你的標準 我選出來就能壓倒一切 現在北京就會設一些預設的標準 即使在普通法下 人大作出來的判斷 辣了的法 在憲制中 香港的法庭也要跟著一起去做 所以反對派是無法抵擋的 出現了這件事之後 整個遊戲就不同了 以前其實都有一定的競爭 現在的競爭模式就不同了 因為以前有一個不健康的地方 就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變成選哪一個 夠膽跟中共對著的 那些就會當選 越是激那些 越是有機會拿到票 所以最初就是 民主黨夠激 接著出公民黨更激 接著就社民連 熱血公民 一個鬥一個 然後本土更是港獨 變成朝的方向去比的話 中央當然不接受 所以第一個要扭轉的就是鬥哪個 更反共 後期他們將反共和反中 混合在一起 不單止反中 還要香港獨立 所以這條路走下去 必然是死路 所以零開一條競爭的路線 就不是以前那種競爭方法 將來當然要看誰人對香港的處境 了解得透徹 了解香港的處境才可以知道 哪些是香港可以爭取的東西 哪些是爭取不到的東西 而要爭取的東西 才要定到一些是哪些可以爭取的 可以爭取的目標下 都要競爭 誰有更好的途徑去達到目標 這些都是以香港人本身的利益為依歸 當然這個利益不是與國家利益相違背的前提下 看看哪些人可以爭取得到更多的利益 我相信就不再分成以前建制派與反建制派 你參與立法會的遊戲本身是建制的遊戲 你不可以連建制最基本的東西都反對 等於美國的政體是反對政教合一的 你不可以在美國成立的政黨爭取政教合一 不管你是與伊斯蘭教合一或與天主教合一 美國的政治都不容許你這樣做 所以我相信將來主要是給誰可以為香港的發展提供更可行的渠道 更能夠實際爭取到的目標 就不是鬥誰口號激烈 誰可以夠膽挑戰中國共產黨 誰最先能夠達到結束一黨專政 就不是鬥這些事 之前是鬥這些事 所以引到現在的結果 我自己覺得香港人只能夠腳踏實地 怎樣在接下來利用好北京還留下的空間 我自己看一國兩制是會繼續的 香港行的制度會明顯與中國的制度不一樣 第一不一樣的地方是香港會有私有產權 會行資本主義 第二香港繼續行普通法 不是行歐陸法 最多到最嚴重的可能是香港的終審庭不包括 牽涉政治和牽涉國家安全的案件 基本上仍然會在香港審的 我相信民事訴訟還可以由香港做終審庭 亦都可以被一定的外籍法官參與 但這個前提是 司法界亦都要知道在香港的時空下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否則會出現如新加坡本來找書物院做終審庭 判得不合理光耀未到便收回 不讓你做 我想北京都可能說收回不讓外籍法官參與 甚至說不讓未去過北京大學讀過法律的人 做司法界人員都可以 所以有私有產權、行資本主義、有普通法 會很明顯存在 另外就是香港人的一般自由 不只馬照跑、舞照跳、舞、跳、舞 你喜歡申請移民都可以申請移民 我相信一些人身自由不涉及政治的 你不是去顛覆國家政權的 或者要與國家選擇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以有不同意見 但是你組織力量去與國家對著幹 那些自由未必有 但是我相信在香港生活 都會比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度更加高 所以有這三樣東西 有私有產權、行資本主義 有普通法 有相對廣泛的人身自由 這幾樣東西保持著香港要發展的空間 還是很多 香港想從政的人士都可以 割出其貌 提出他的獨特的觀點 去爭取香港走他認為最好的道路 當然這條道路都要爭取北京認同 這樣才可以走 明顯與北京對著幹 我相信任何中央政府都不會容許地方政府 與國家走的發展綱領完全不一致 現在是國家容許香港走一國兩制 所以空間很多 政治 無論是建制 或者不可以說是完全反建制 不同的途徑 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去競爭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